东南亚国家 今年饱受迈害支付 其中印尼附近受灾人数 多达2800万人 驻印尼代表处 最近代表政府捐赠20万美元 将近新台币660万元 协助印尼重建 作为这次森林火灾 森林的保育 复建 以及未来的灾民的安置 跟保护之用 当然这只是杯水车薪 也象征我们中华民国 非常重视跟印尼之间的关系 捐款仪式在雅加达的 红十字会总部举行 由印尼红十字会 代主席代表接受上款 印尼副总统出席宪政 他表示从过去南亚海啸 地震重创印尼 一直到现在 来自台湾的援助 从没缺席 驻印尼代表张良任更强调 历来捐助印尼的例子 不只凸显台湾在国际上扮演 人道援助提供者的角色 期盼台湾关系 透过双边密切合作交流 和援助基础 持续发展深厚友谊